运城市是山西省的苹果优势产区 目前正值苹果收获季 那里的苹果销售情况如何 一起去看看 山西省运城市从上世纪80年代起 就在万荣县、林一县等地开始种植果树 黄土高原的日照和黄河水灌溉 孕育出山西运城的苹果清甜的别样滋味 今年由于采收期接连遭受了 强降雨、冰雹等不利天气因素 山西运城苹果的上市期 比往年晚了十多天 咱们这片果原还得等个五六天才能下树 就是颜色不好 咱们的果子坚决不能卖给客户 周杰是土生土长的运城人 几年前他敏锐地嗅到了线上市场的商机 萌生了回乡电商创业的想法 随后周杰入住拼多多百亿补贴 并成为第一批商家 电商平台农地云拼的模式 帮助他实现了苹果的分类分级销售 让品质更好的指甲膜苹果 精准匹配到了喜欢他们的消费者 我们还开发了一个新的产品线 硬制苹果 为了升级精品苹果 能满足更多的客户的一个需求 我们自己也定制了一些图案 包括一些福字 节假日的一些文字 据了解 运程的林医万荣平路锐城岩湖 被农业农村部列为 黄土高原苹果优势产业带重点限区 据拼多多销售数据显示 去年在该平台上的苹果销售额 达到10亿元级 Давай 看起来